咸菜配白粥对大脑健康不利 主要因为这个很方便 粥一煮就好了 或者说剩饭煮一煮就变粥了 咸菜的话五毛钱一包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完全没有优质的蛋白 那这个白粥因为被煮了煮得稀烂 那这种是生血糖非常快的 血糖的素生素酱对自己的血管是有危害的 而且这个咸菜它的那个纳含量又很高 所以为了不要让血糖素生素酱 第一点就是要在这个粥里面增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增加一些杂豆 增加一些糙米 现在超市里面有很多那种堆层 小山坡一样的那种东西去撑一点 随便乱七八糟的撑一点 价格也不贵 加到白粥里面混在一起煮 第二个就是在白粥里面 加一些蛋白质丰富的东西 你可以最简单的煮几个鸡蛋 然后把鸡蛋打到白粥里面 用这个饭勺给它给捣烂 这个是最简单的 当然还有稍微更好一点的方式 比如说稍微加一点肉末 用这个水稍微焯一下之后 丢到粥里面去煮 这样子也会增加很多的蛋白 还有像一些虾仁 像猪肝 牡蛎 虾仁 这些东西对于老年人都是非常需要的 它富含一些维生素B组 奥米加3脂肪酸 有的老人不喜欢把粥搞得这么昏腥 也可以加一点蔬菜碎末 比如说香菇丁 蔬菜丁 在煮粥的时候 洗一把蔬菜 洗几个萝卜 把它切成丁 然后在白粥快要开之前 往里面一倒搅拌一下 你看只要经过这么三步的改造 这个粥就变成了营养粥 当然即使是这样 罗西西仍然建议 大家每天能够按照新制饮食的方案 就是稍微不怕麻烦一点 每天能吃到五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 每天能够吃到两种不同的肉类 鸡 鸭 鹅 这种家禽类 海肠饼类为主 可以一顿鸡 一顿鱼 然后在鲜鱼餐之间 再辅佐一些坚果 然后再搭配一些茶叶 咖啡 这样子才是最最好的一种方式 最后要降低吃来症的分享 不单单是吃 还要体力锻炼 脑力锻炼 这样子才能综合降低风险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大家